马来西亚联邦自1963年独立以来 联合西马沙巴沙老岳成立国家 两岸在多元族群与言信仰生活的价值观大不同 如何拉近经济与资源上的差异性 欢迎收看经典.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今年度所开的一个分分合系列的时候 这次的目光焦点把它移到了一个马来西亚 实际上马来西亚在今年才刚宽庆建国马来西亚联邦50周年 但是在这个庆祝的同时 也传来一个菲律宾南部的输入的一个军队入侵的一个消息 所以实际上就变成将这样的一个分分合的议题上 将原本是我们在谈论历史的一个问题之间 直接变成一个新闻事件的一个现场 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是我们两位来宾在我们现场 第一位是来自淡江大学亚洲所的林所长 林所长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林若瑜 淡江大学亚洲所所长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 专长亚太安全研究 比较政治 政治发展与民主化 东南亚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东南亚华人问题 东亚政经整合 区域研究方法论 这一篇的一个摄影 我们今天杂志的红代 红代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陈宏代 经典杂志摄影 文化大学新闻所硕士 2009年 吴顺文新闻摄影奖首奖 台湾岸边 入围2012金领奖最佳摄影奖 马来西亚联邦 分为东马来西亚和西马来西亚两部分 西马来西亚为马来亚地区 位于马来半岛南部 位于泰国接壤 东马来西亚为沙拉岳地区和沙巴地区的合称 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 1963年 英属的新加坡和北婆罗州沙拉岳宣告独立 并参足马来西亚 1965年 新加坡被迫退出联邦 并宣布独立建国 马来西亚成立联邦50年了 西马 沙巴 沙拉岳 拥有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 两地人民的认知各不相同 极需重建联系与信任 方能在政治与经济各方面 取得协调与平衡 我们在指派题目在做这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觉得我们需要做这样议题 但是刚刚好 就是在经典杂志的一组的采访团队 在沙巴的时候 刚好当地的一个输入的军队 跟就是他们的叛军 跟那个马来西亚的警察发生了这种冲突 所以有双方面的史上都非常的惨重 那宏代先跟官方说明一下 当时你跟我们的采访记者 应该也在沙巴现场嘛 所以当时的状况有一点点的紧张 大家都没有想到说 要到这么舒服的一个乐带的地方 又变成有一点点的占地的一个气氛 到了当地的时候 一直在观望这件事情 然后每天就是有一些新闻 我们都持续在关注 那事实上也是最后才决定说 我们要前往这个他们登陆的 这个他们说 Rezond警戒区这里 那我们也是透过很多管道 然后联系到当地的一位 亚洲时报的资深的记者 他带我们进去 对那去 我们是预计就先到那边的媒体中心 先取得一些资讯 然后再随机应变 看要不要再过去那个 他们登陆的地方去采访 是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 这个是一个好运动 很特别的一个新闻 但是有时候我们来看看 在台湾 当我们有机会看到 我们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国家 像婆罗洲这一块的时候 沙巴沙拉越跟菲律宾也不过飞机 才三个小时一个行程 但是这次所发生的 从输入跟沙巴这个地方的一个 领土纠纷的问题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借境 但是我们很奇怪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很重视这个地方 我们要请我们的林所长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的确是像您所说的 就台湾对东南亚国家 大概就是一种去游玩的休闲的心态 那么对东南亚国家历史人文宗教的了解 非常有限的 那么甚至很多我的研究生从马来西亚来 他们常被问到的问题也是说 你们马来西亚人是不是还住在树上 所以这是很啼笑皆非的 那么对该国的历史实际上也不了解 所以我帮我们也要趁这个机会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做一个有趣的一个说明 在早期我自己也在马来西亚这边 比方在东马跟西马 这边在做 当天早上在那边做展览 我也到处去做演讲 才发现实际上西马跟东马之间 存在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隔阂 这个隔阂之间也是 你开始对历史上有兴趣的时候 你才发现说原来 这从来不是一个共同体 但是也因为在英国的殖民之后 为了想把他们纷纷 要准备独立的时候 才被尝试地把它放在一起 这个放在一起还有很多的声音 这个声音之间 除了是东马跟西马之外 还包括菲律宾的一个关系 跟马来西亚这么的关系 现在不谈它现实的状况 在历史上 它不是这样子一个 现在这个态势吧 我们知道那个北婆罗州 过去是属于文莱苏丹的 那么因为那个菲律宾的这个 苏禄这个王朝 帮助了文莱苏丹 在平定它内部的战乱 所以因此文莱苏丹 就把那块北婆罗买 现在称为沙巴 也就是等于是割让给的苏禄 那因此就造成了这个 从过去到现在的纠纷不断 那苏禄苏丹也聘了律师 曾经向国际法庭控告两次 不过我们知道 事实上现在分治的状况 是非常明显 沙巴沙老岳都是东马 也就是马来西亚的领土 那一直到现在已经建国这么多年 那很难走不回去了 最近的一个事件上是 最后的是因为苏禄金的 陆区的部队这边被殲灭 所以整个似乎得到了和缓 但回过头来谈 这个东马跟西马 就实际上在早期 我这样旅行时才发现说 原来最早上像中国提出 跟台湾讲说一国两次 我跟香港台湾一国两次的方式 可能最早就接近就是从 东马跟西马这边来了 对不对 这个很难讲 可是西马跟东马 事实上真的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看到马来人 事实上就是在 西马这部分占了很多优势 包括他们公务人 几乎90%都是马来人 那么在东马就是完全不一样 它的那个原住民 少数民族 跟它的民风比较淳朴 那森林覆盖的面积也比较广 天然资源比较丰富 宏代啊 当你在那个在KK 叫Kolakintabalu的时候 跟我们做一个视讯的时候 我们当时讲过 就是说实际上 大家在注意这个输入军的 一个入侵的时候 要去注意在 实际上在沙巴 有一群没有身份的一个 菲律病人 长期在他们的时候 在当地 所以当时的一个状况上 怎么在那个有一点点 危险的氛围的时候 你去采访这些 菲律宾人的在那边的一个 一个居住的像海上屋 之类的东西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 其实要通过我们 从从困难的 因为其实它是有一定危险性 加上当时的气氛 所有的资讯 都是从报章杂志得来的 似乎就是 比较紧张的一个气氛 那但是当我跟文字 实际上去到他们 距离KK15分钟 坐船的一个路程的 嘎亚岛的时候 其实我们进去大部分的人 他们其实都还是还蛮友善的 你想为什么在 在东马这个地方 因为在沙巴附近 这么多的菲律宾的一个人 在这边生活着 他们从菲律宾 南部的这些小岛要过来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那加上他们长期就是 这边往返 他们已经在海边形成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地理景观 一个聚落这样 因为也是在马来西亚的海防 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他们就这样 这些从菲律宾来的这些来这边 为了经济利益的很多的 现阶段没有生命的人 就长期就居留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也有所谓的 菲律宾南部的 磨络人民军 磨络民主解放阵线 那因为这样的 使得那个当地的输入人也害怕 所以他们就渡海 来到马来西亚的沙巴 从70年代到现在 对 求了安全跟过日子 所以这些可能就是 没有合法身份的 的这个从输入过来的人 所以这个没有合法身份的 的比例 人数也蛮多的吧 那个宏代 但是包括他们的教育 医疗这些问题 对当地来讲 都是已经是在内政上 是一个几十年来困扰了 其实是 对 当你去到现场的时候 你发觉说 竟然他们的这些居住人数 有达到这么多 我们有去到那个冲突区 那渡那边 他们的气氛就比较紧张 甚至当地的华人 他们也会觉得说 这些人生活 会不会来影响我们 对 不管是在市集 还是什么 变成是说 那一群 菲律宾人居住的区域 是大家都不敢去 不愿意去的 像林首长 你在做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观察的时候 像这个 沙劳岳跟沙巴 在面对这样苏鲁军的一个 跟菲律宾的关系的时候 他们到底站在什么样的 在立场上 其实他们很不愿意被统治的 可以说就是马来西亚联邦 他们其实并没有认同感 没有那么高度认同感 那么我说这个两个国家 是统一的国家 其实一种想象的 跟人为的共同体 那其实这本来就是不相干的 在历史上 在人文上 宗教上 各个层面都是不一样的 那英国的人为或者一种建构的 想把这两个地方放在一起 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人为的 跟想象的共同体 那这样的话就是导致就是说东马不了解西马 西马也不了解东马 东马跟西马就刚才成如那个林所长所讲 那实际上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 是因为在英国殖民的时候 人为上面特别把它分在一起 所以在1963年的时候 被迫成立了就是一个马来西亚联邦 当时还包括了新加坡在里面 对 所以我们先衍生在 我们先看这一块好了 在沙巴少爷这块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叫沙蒙的 或者是什么沙劳月的 为了争取独立的 只能有这样运动出现 那华人也很 就是参与其中非常 摄入非常深 我想宏教也拍了一些照片 这样 对 那时候有去访问一些 之前沙蒙的成员 那也就是有去跟他们做 做一些访问这样子 对 那他们 他们每一个都是 之前年轻的时候 就是带过丛林 所以有一些 他们会分享之前 他们实战的经验 还是什么的 那个倒是蛮有趣的一个采访 对 我们现在简单跟外面有做说明 因为沙蒙成员很多是华裔的 所以当时又因为 跟共产主义的事情有点关系 所以他们最后 也破了就是形势比人强 在这种本来刚开始要 各地来鼓吹 后来之后没有办法 城市坐不住 待不住了 被前面被全面的围捕 后来退入了森林 退入了森林 有人在那边森林里面 一代代了几十年 有 可不可以再做一点 详细的说明 我们这次采访 有采访到一位高龄 九十几岁的一个 一个沙蒙的前程员 对 那他就是很标准的 就是他就是很信奉那时候 共产主义的一个思想 他也投入实战就在 从里面很久一段时间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 看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来看 现在的沙巴沙老岳 跟东马跟西马 参渡一些华人艺术在里面 你就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跟很多的观察的一个情况 这也是我们在想说实际上 这件的历史上 在台湾好像都不是 当成一个重要的事情 所以说这么多人来都是如己 不过在马来西亚 或是在新加坡 在东南亚 那个共产党跟华人的关系 是颇受关心的 因为所有的当地政府 都害怕共产党 而且常常把共产党等同于华人 所以因此这样对马共 新共 印尼共 都非常的 非常的担忧 跟觉得受到威胁 而且也让所有的 在那边的华裔的后代 都受到了波及 当然 我们也知道那个东协 五个成员国 一开始是五个国家 菲律宾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跟新加坡 那事实上都受到共产党的威胁 那其实当时的 印尼的苏卡诺是比较亲共 那像那个马来西亚 东顾阿布图拉曼 或者是李光耀 其实都担忧共产党 但是李光耀很聪明 他先联共再打共 就是联合共产党 但是后来跟东顾阿布图拉曼 因为在意志形态上不一样 想象不一样 所以其实那个西马 就是要拉东马来西式 华人的力量 而且把共产党打掉 那么 所以这样的情况有1965年 这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分家了 当时那个对马来西亚来说 可能都是觉得将来总有一天 新加坡要哭着回来的 那当时我们知道1965年8月8号 李光耀就说新加坡独立含着眼泪 其实他是被扫地出门 对 被赶出来的 是 被赶出来 所以这个是有时候 看这个历史上真的是有趣 看分分合的故事 但是在看这分分合的故事之间 我们在谈这个沙巴跟沙尔的问题 跟菲律宾的传统问题上 刚才这两国也为了这样领土的问题 也断交了很久 是吧 我想请你给我们做我们说明 是 没有错 就是马来西亚跟菲律宾 沙巴问题 为了沙巴问题吵来吵去 中间还断交了两年之间 所以真正可以正式成为联盟 是1967年 从65到67年吵得不可开交 结果正式在一起以后 前面十年也为了沙巴问题 也是闹得要命 到后来菲律宾才正式的宣布 公开的说 好啦我们放弃沙巴好了 然后以后才比较平安的过日子 实际上我们也晓得 因为这沙巴的问题 从早期的殖民地 在英国殖民地的时代 就已经存在到最后 包括人员的发现 就是从森林资源 从天然气石油跟矿产 让它变成是一个马来西亚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下金鸡蛋的鸡啦 但以这样的问题之间 在线上来看的时候 在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上面 大家对这个马来西亚 当地的住民在东马上面 对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 联邦的一个认同感 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强烈 是不是 刚才你也稍微提到过 没有错 因为我相信 如果让他们有自由选择权的话 马来西亚政府不干涉的话 他们还是愿意独立的 是 所以有沙巴联盟 或者沙拉越联盟 然后有在政党上的分布 也有什么六四金神党 什么阿美私有党 这些都是并不是奉行马来人的思想里面的 而是有这种原住民的成分 是 他们的原住民的思想跟成分 难道与细的想法 是我想在包括 同代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个比对嘛 宗教上面嘛 当地的住民的话 基本上是以 以殖民地以前的统治者的信仰为主的嘛 是 跟那个伊斯兰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嘛 是 所以 以你这样两个地方跑的时候 东马跟西马之间 还简单的跟观众朋友做个简单 在除了在 随于有什么样的氛围不一样 其实这也是蛮好玩 因为我们的文字 子善他就马来西亚人 是 在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不停的对这件事情做讨论 其实 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 除了宗教上面 西马就是一个很标准的穆斯 穆斯林的 那在东马你可以发现有 印度的回教堂 然后天主教 基督教 各种 他的那个宗教 在宗教上面是很神 很活络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东马这边的人一直觉得说 他们对于西马 似乎好像格格不入 因为在东马他们是 从小的时候就可以跟马来人 华人 他们是非常融合的生活在一起 那这个现象 他们在西马 就是完全发现不到这个现象 西马你不可能看到说 有华人会去印度人的餐厅吃饭 或者是印度人来 华人开的餐厅吃饭 我觉得这是一个 即便是他们现在现实生活 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对比这样 你讲这些事我也观察得很有趣的 就是我在 我在西马那些朋友们 他说我是当地的原住民 他就看到我的小招是华人 然后谁是信基督教 我是信天主教 还有什么中国的那个传统的佛教 他也去 所以他们家都会混在一起 但在西马的那个 伊斯兰教的一个立法上 就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两个地方 反正在东马 它是一个融合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强 因为没有一族特别大嘛 是不是 基本上 其实各个有不同的少数民族 所以包括您的都被放在一起 他是一世同仁的感觉 我想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非常有趣的观点 还有呢 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说 你会觉得说 它是很融合的一个社会这样子 对 相对于西马来讲的话 他们的那个族群跟族群之间 倒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冲突 对 那还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说 其实 因为怎么这次去 他们大选快到了嘛 那 他们也会有一个认为说 有一些种族上面这些议题 其实是政府 他们那个马来政府 他刻意去做成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们 要面临一个蛮大的一个 政治上的问题这样 是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所长 就是说对这个东马跟西马 之间的一个问题在过去 在未来呢 在我从早期他们 好像两边的一个人民的往返 以前是西马 要去东马被管制的 东马到西马完全没受限的 但是这个这样的一个 单方面优厚东马的方式上 这几年好像有一点点改变吗 是啊 我想以后终究会有更大的改变 是 原因就是 东马也要求 比较高的政治参与 是 那么西马也觉得就是说 到东马不自由也是不应该 是 所以 而且东马的那个马来 武统的这个想法 就是要让这武统的选票 在东马能够提高 所以因此也要互相来来往跟沟通 是 所以我想既然是不可能回去过去 那个殖民时代 然后也不可能分家 是 东马西马一定要比较好的融合 是 而且各族之间的融合 事实上也是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 这种多元民族的国家所强调的 是 那我相信在未来的族群的融合 就是那个马来西亚的国族的想像 会比较空 比较更宽广 不是只有马来回教穆斯林的国家 而是一个有更多的不同的种族 还有这个西马跟东马各有所藏的 东马是以这个人文优美的文化 那么西马可能就是有一种 这个 这个 英国的味道的英国风味 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推动 我想对于现代的马来西亚 所谓的大马还是有帮助的 是 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五十年之间的一个改变 这是 真是不可 真是很难看它 很难可以想象出来 从以前呢 如果是在马来半岛上的一个国家 还有包括了新加坡 后来联络了 包括把婆罗洲岛的一半 取回来 合在一起 然后正为这个国家变成 后来马来新加坡又分离了 对 那实际上在东马上还留着 跟菲菲冰的一个 领土上的一个争议 实际上现在变成了 五十年之后的一个现状 我想这样的观察的时候 通常如果是正常的上面来讲 应该是以我们自己的媒体 应该是很关心才对 因为我们自己一直辨临到 我们的自主性的 我们的主体性 老是被挑战 老是大家觉得我们的 我们这个没有很多的国际好言 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 我们周遭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办法来 替自己的一个自主性 再来做一个更深邃的一个辩论 跟更真正的一个思维 对 这个实在值得大家来探讨 因为台湾在东北亚 跟东南亚的这个关键的地带 但是呢 就是说你在东北亚影响力不够 同样的我们在东南亚 事实上也没有被非常肯定 就是因为台湾老百姓的 国际的这个 国际新闻的敏感度不够 对国际失误 或者周遭国家的发生的事 根本就不是那么关心 是 所以那个你不关心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当然是把你 漠视了 是 那也就是说 台湾的地位 跟未来的处境 事实上是有点危机的 是 因为 因为就是说像马来西亚的 菲律宾 他们知道台湾的处境 但是不见得 因为你平常不是那样的互动密切 所以对台湾虽然了解 但是不会伸出援手 是 我想这个东西也是在国际上的网板 就是跟你跟这个交朋友交的关系在哪里 你帮助人家 帮助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 要奥援人家 奥援在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 这样的概念上应该是全民的氛围 不是只有少数外交官的一个氛围 有全民氛围才能监督政府 来对这一块更加的一个重视 我想这个是一个过去这么多年来 我们在外交上看到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时候相对来讲 我们在民间的团体上 倒是看了一个轰轰烈烈 包括这样磁继基金会 在马来西亚发展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想这个事在人为 就为什么今年早上这么多年来 做出这样子议题上 也实际上要希望我们的读者 我们的观众 开始来重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分分合合的概念 从中间也许能思索 我们台湾的未来 我们谢谢我们的林所长 谢谢我们的宏代 欢迎下个朋友之间 去收看我们的经典.tv 经典杂志四月号封印故事 经典书斋 我用呼吸书写人生 因车祸意外导致全身瘫痪 陈文昭走过死亡幽谷 跨越肢体障碍 找到生命真实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